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趣的故事呢 阿文的小毯子 阿文的小毯子 他很喜欢它的小毯子 到处都拿着 阿文有一条黄色的小毯子 当它还是小宝宝的时候 它就有这条小毯子 阿文非常喜欢它 不管是上楼梯 下楼梯 或者是在家里 在外面 阿文总是说 我去哪里 小毯子 跟我去哪里 不管是橘子汁 葡萄汁 巧克力 牛奶 或者是冰淇淋 花生酱 苹果酱 蛋糕 阿文总是说 我喜欢的东西 小毯子 小毯子都喜欢 隔壁的阿姨 忍不住说话了 阿文长大了 怎么还带着毯子 到处走呢 你们没有听过 毛毯小精灵的故事吗 阿文的爸爸妈妈摇头 来 我说给你们听 再教你们怎么做 这天晚上 爸爸告诉阿文 如果你把小毯子 放在枕头下 明天早上 小毯子就不见了 但是 毛毯小精灵 会留给你一个 非常棒的礼物 妈妈说 是男孩子 最喜欢的玩具哦 睡觉前 阿文却把小毯子 塞进了裤子里 第二天早上 阿文拿出小毯子说 根本没有毛毯小精灵 妈妈说 天哪 你怎么把毛毯 塞进裤子里 爸爸说 爸爸说 难怪 妈妈说 小毯子好脏 爸爸说 小毯子又破又旧 丢掉算了 阿文不肯 他说 小毯子 小毯子很好啊 小毯子可以当披风 我是飞天鼠 我可以躲在小毯子里面 你们都找不到我 你们看不到我 阿文剪头发 看牙齿的时候 都把小毯子 带在身边 隔壁的阿姨又说话了 阿文不能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们试过泡醋的方法吗 阿文的爸爸妈妈摇摇头 来 我教你们怎么做 趁阿文不注意的时候 爸爸把小毯子的一脚 泡在酸醋里 阿文找到了小毯子 闻到一股怪味道 只好抓着另一脚 跑出去了 阿文把小毯子放进砂堆里 搓一搓 又把它埋在花园里 然后挖出来 闻一闻说 嗯 好一点了 虽然小毯子还有一些怪味道 但是阿文一点儿也不在乎 每天带着它 披着它 拖着它 每天吸着它 抱着它 扭着它 快开学了 怎么办呢 阿文的爸爸妈妈担心地问 隔壁的阿姨说 不可以让阿文 带着小毯子上学 你们要直接告诉它 不行 阿文说 我要带着小毯子上学 不行 妈妈说 不行 爸爸说得更大声 阿文听了 用小毯子遮住脸 伤心地哭个不停 妈妈说 乖 不要哭 爸爸说 我们再想想看 忽然妈妈大叫 哎呀 我想出办法了 到底妈妈想到什么办法了呢 妈妈把小毯子剪成一块一块的 再用缝纫机把它们的四个边车起来 妈妈妈把小毯子做成了许多条小手绢 手绢做好了 妈妈教阿文念 小手绢一大堆 擦擦眼泪擦擦嘴 阿文高兴地说 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不管阿文走到哪里 身上都带着一条小手绢 隔壁的阿姨也不再多话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阿文最喜欢的是他的毯子 那宝贝们 你们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